宣王之宫 古时候,齐国有一个君主叫秦宣王, 他特别喜欢听别人对他说宫伟话, 他爱好射箭,并且喜欢别人说他力量大, 其实他拉宫的力和十几岁少年没什么区别。 秦宣王万岁,秦宣王万岁。 停。 大王今天要向大家展示独门绝活, 你们可要看仔细了, 这可是一只绝世强弓哦, 我先来试一下。 天呐,我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 就只能把弓拉到半满了, 我就不信这弓有这么硬, 不信你试试。 那就让你来试试。 谢大王,小心别闪了腰。 我就不信了。 加油,加油。 这弓也太硬了, 估计没有人能拉得动它。 这回信了吧。 真别说, 这弓可真够硬的了, 好弓,好弓。 我也想去试试, 可是我们都没有资格上去试啊。 是啊, 真可惜啊, 我们要看看到底谁能拉开这强弓。 是啊, 我们有好戏看了。 哈哈, 有谁还想试试这弓呢? 大王, 我们可不是啊, 那简直是等于自讨苦吃啊。 我看, 这弓也只有靠您的天生神力能拉开了。 其他人都没这样大的能耐啊。 是啊, 大王, 还是您亲自给将士们展示一下上天赐予您的神力吧。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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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蓬蓉就来试试这弓弓有多强硬。 那这么一把小弓, 我十岁儿子都能办到。 是啊, 多亏我刚才拉弓的时候没用力。 必须要我用一点力, 他公就被我拉折了。 大王神力, 大王万岁, 大王神力, 大王万岁。 你们以后也得勤加练习, 争取游招一日, 达到我一半的水平, 我就心满意足了。 宣王之宫, 宫剑中的霸王宫。 哦耶! 宣王之宫这个成语比喻, 那些缺乏子智之民, 并喜欢听风尘化的人。 听到风尘化, 宫为化, 就沾沾自喜的人, 必被人, 必被人, 持笑的! 好